坐後座 巨繫帶 Makio友人歐爆運獎頭 一人Makio喝酒又出包了 蘋果接獲一位計程車運獎 凌餘俊的妻子投訴說 前天晚上11點多 她先生開車在國父紀念館附近 再到Makio及兩女一男乘客 他們喝酒又亂叫 司機要求後座三人系安全帶 他們不願意還反嗆 你開快一點我們一下子就下車 那你們下車 這樣我沒法載你們 不要下車了 友人隨後進下車狂踢車門 運獎下車阻止 日擊男子也衝上來 雙方爆發口角衝突 身材高大的男子揮拳又猛踢運獎 路過的另一位計程車運獎健壯 趕緊報警 並以行車紀錄器拍下Makio一行人打人後 攔其他計程車落跑的畫面 倒馬了 再胡 Pete 和積線路 現在 yog兒 swamp 這個人家都去 快點 快點 現在把人負面打人去垠橋 快死掉了 積線路那邊 匯 sitio如 Stay 放下車之後 現在就是那個 autopilot 熱心的運獎一路跟到愛美酒店 让警方得以寻线追悼人 被打的孕匠头部胸部挫伤出血 目前人住在家户病房 林太太说警方到酒店追查时 才知动手的一行人是马凯尔及其友人 他们只好在将那一位反客的名字 只好写出来 他是写什么样的名字 他是写他的名字叫穿导墨树袋 马凯尔等人事后向警方说 当时双方在车上爆发冲突 明信运奖挥手打到马凯尔的胸部 日籍有人抱不平才出手 打人的日籍男子昨天到案时还惊讶说 自己下手没那么重 怎么会伤成这样 警方训后一重伤害罪嫌将他送办 动新闻感谢读者爆料 给您五颗苹果报道